大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天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 是诗篇82篇 让我们先离洗心阅读这段的经文 然后有安静默想的时间 盼望神他亲自透过他自己的圣言 来到教导每一个学无他话语的人 也都叫凡乐意进行他教导的 都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赏词 今天我们所读的诗仍然是阿萨的诗 诗人一开始就描述了 一个好像法庭在进行审讯的场景 而施行审判的就是神 这位神是诗人所信奉的神耶和华 至于审判是关于些什么事情呢? 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审判是关于两行的指控 诗人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就是被告人审判不秉公义 以及信恶人的情面 信这个字表达出就是为了私利或者私情 放弃了原则 做出不合乎法律的事情 而在这个的审讯里面 究竟哪一个是被告人呢? 按照第二节的经文 给我们很清楚这样知道 就是指到那些在审判位置上面的人 在第一节的经文当中 诗人称他们为诸神 关于这个诸神所指及的 诗经学者普遍提出了三个不同的理解 或者是建议 首先是由于加南地 是信奉多神的宗教 所以这个的诸神 就是指到加南地的一众神明 另外诸神也都有用来形容黑暗的鬼魔权势 就是敌对耶和华神的黑暗势力 至于第三种 就是指到在地上那些执政掌权的人 例如地方的官员 又或者是那些承受了神的度的人 他们都代表着神向人 和为到人间的事情 行使判决审问的职权 所以简括这样说 神所指控的 就是那些具有权柄 以维持地上公义 在纷争当中施行公正 公义裁决的人 接着下来的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 诗人提出了具体的内容 以至来说明上文所提及的指控 让我们看见这些指控不是凭空涅造的 就是那些坐在审判位置的人 没有为到贫寒的人 或者是孤儿他们申冤 让他们可以讨回公道 也都没有为到那些困苦和穷乏的人 施行公义 使到他们得到应得的保障和权利 我们都应该可以同意 法官在法律和制度 所赋予的权力之下 在作出裁判的时候 是非对错都应该是一视同仁 不应该有任何额外的因素 特别是出于私利和私情 以至扭曲法律和制度 偏帮任何的一方 并且作出了不公义的判决 所以诗人在诗篇当中表达的内容 正是要为到这些来到去作出控诉 去到第六节和第七节 诗人再次对这些不并公义的人 提出警戒和责备 我们都知道一切的权兵 都是出于神 包括在地上拥有审判权的人 这些人是被视为犹豫至高者的儿子一样 不过他们是不是真是真神呢? 当然不是啦 诗人就提醒他们 他们只不过是跟世人一样 亦都与地上任何一位的王子一般 他们不应该自娶为神 这个是对神极大的舍读 诗人除了要指控地上 不并公义的审判者的恶行 作出严厉的境界 同时亦都揭示了问题的根源 一方面就是他们愚昧和无知 违背真理 不按照神的律法和吩咐来到行事 甚至极端地将自己捍卫神 极度冒犯了神 而且亦都不断地在不公义的事情上 重重复复 走来走去地犯下了恶行 当这些有著神的代表的身份的审判官 不行出公义 自然就会带来莫大的恶果和影响 好像大地的根基都被动摇了一样 根基不稳 所建筑的必然就会塌陷落来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 若然制度和法律 都无办法成为人在地上生活的保障 崩坏的事就必然会每放愈下 一切最终只会带来极度的混乱 留下的只有更严重的罪恶 因为人再不可以依靠守法 来获得保障和保护 所以私人在第八节当中 就呼求神起来要审判全地 因为神耶和华是公义的 公义的彰显 亦都是可以叫人看得见神 藉着这首的诗篇 我们看到私人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 面对地上审判者不公义的时候 既向神发出呼求 同时亦都向那些不行公义的掌权者发出圈奸 提醒他们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 同时亦都让我们 藉着这首的诗来到谨记 当我们有机会得着权并的时候 必须将神放在心上面 按照着神的心意 在神的面前施行公义 若然人心中无神 自以为神 被私利所蒙蔽 便会罪成极大的恶事 求神监察和提醒我们 让我们一同来到去祷告 天父求祢使我们每一个 归入祢名下 为祢所用的人 都晓得时刻 谨记祢的教导和愤怀 学校主对人的爱 懂得专主为大 也都让我们的一言一行 能够成为主的见证 在地上行出主的公义 荣耀主的名 求祢私恩 谁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之名而求 阿们